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播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高楼看着眼前这位同学 腼腆之中带着一丝羞涩 却又满是鼓起勇气的果断 不知道为什么呀 李高楼看着他这模样就觉得舒服 似乎啊 这是一个如此年龄学子该有的模样 而并不是如同其他人的事故和虚弱 李高楼认真地点了点头 轻声地问 啊你好 有什么事吗 别人给予自己尊重 自己当然也同样应该给予别人同等的尊重 这不牵扯什么问题 而是一个基本的教养 事实证明李高楼的态度 让对面这个年轻人呢放松了很多 已经打开了话头 蔡星空的语气反倒平静了 我叫蔡星空 是生物科学系的研究生 我看了你在最强大脑上的表现 我对你非常崇拜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你聊聊啊 可说完之后啊 这蔡星空反倒有些紧张了 看着李高楼啊 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答应 在经历了之前饭店里发生的事情之后啊 大概只有傻子才会觉得李高楼是个普通人的 而这个也正是蔡星空啊 主动走出来跟李高楼搭话的原因 他觉着这可能是自己的一个机会 一个无比宝贵 并且溜走了大概永远不会回来的机会 可不是为了霸解李高楼啊 听到蔡星空的这话 李高楼略微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本来按照原计划呀 聚餐这会儿应该没结束的 而且阿聪跟白大爷那边 倒也没什么太要紧的事 所以啊等等无妨 因此啊 听听这个年轻人想说什么倒也不错 当然最重要的 李高楼是觉着这人有演员 对于李高楼的决定 叶琉璃肯定不多说什么呀 他只是厌恶谢海东那样的人 对于这蔡星空倒没什么 当即啊 三个人就在这凯恩饭店的对面 随便找了一间咖啡厅坐下来了 从头到尾 这蔡星空啊显得有些局促 但是双眼却相当仔细 寒暄了几句过后 蔡星空求教的语气说着 我知道你的时间宝贵 但是我现在的确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拿不定主意 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李高楼点点头 你说吧 蔡星空从他背包里拿出了一份计划书 李高楼看了他一眼 把计划书啊 揭在手里 这是我从上大学就一直在完善的实验计划书 不过到现在也没付出行动 之前有一家生物公司 想要买我这东西 可是我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 就跟蔡星空说的一样 提起自己这份计划书 他的眼睛越发明亮 可以说呀 这份计划书对他来讲 就跟他孩子似的 这是他的骄傲啊 也是他付出了多年的全部心血的东西 他当然想要把自己计划书里边东西变成现实 可是他没有那样的能力和财力 因此就像他说的那样 现在啊 跟李高楼的这番谈话 只是想征求一个 见过世面人的参考和意见 或许能够帮助自己拿定最终的主意 李高楼则是一言不发 他快速的翻看着这份计划书 他的这个动作 让蔡星空觉得有点不舒服 更多的是失望 本来他寻找李高楼 就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 并且啊 某种直觉让他认为 这个人或许会给自己提供帮助 可是现在看来他错了 就李高楼翻看他这计划书这速度 大概什么都瞧不清楚 太快了 可能每一样停留的时间都不超过两秒钟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人家压根就不重视自己 于是沉默着蔡星空的眼神变得暗淡 等待着李高楼给自己一个敷衍了事的回答 叶琉璃则是坐在旁边 认真地喝着咖啡 他相信李高楼肯定会做出最为合适的选择 不到一分钟 李高楼把这计划书放下了 然后他看向对面的蔡星空 那家公司给了你多少钱呢 这句话让蔡星空完全不明白 李高楼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过既然已经坐在这了 那就有话就说完吧 五千块 说出这个金额 蔡星空觉着有点紧张 其实对他来说 五千块不是个小数了 从华夏的一个农村长大 蔡星空靠着父母的双手 加上自己的勤奋和吃苦 终于到了今天 他是父母的骄傲 更是全村人的骄傲 可是这样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 很多东西都是扭曲的 应该得到尊重的人 并没有得到原本该有的尊重 同样应该尊重的事情也是如此 了解蔡星空的人都知道 他很节俭 这种节俭呢 是一种啊 到每个早餐都需要认真去思考 去衡量 去取舍的程度 这一切都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能多省些一点钱 父母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而当时那个公司的负责人 告诉他 愿意花五千块 他的心情无法形容的激动 五千块那着实是笔巨款 而且那是美刀啊 然而最终啊 他本着对自己心血负责的态度 他决定再考虑一下 那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能够为自己的心血 找到一个合适的去处 既然自己无法实现 那别人实现 那也是实现呢 退而求其次吗 蔡星空刚说完 李高楼笑了 哼 这还真是打劫啊 就这样的价 他们哪来的脸说出来呢 蔡星空愣了愣 叶琉璃也学着挺意外的 李同学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这份计划书 会更贵一点 有些难以置信的 蔡星空略为停顿之后 看着李高楼就问 李高楼则微微笑了一下 相信我 你的这份计划书 不是贵一点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是无价的 李高楼这番话说得非常认真 最重要的是 他的内心相当的惊骇啊 或者说惊骇已经无法形容 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了 从乌卡大草原回来的时候 他见识了何高安 跟崔文山搞出来的 那个实验室 尤其拿到那个箱子之后 李高楼当时啊 就有一个想法 他想要建造 一座独立的实验室 不为别的 单纯的 只是为了解开 崔文山他们的秘密 可是这只是他的想法 你说想要付出行动太难了 钱的问题倒可以解决 可是说找到一个 合适的人选太难 更别说他一个门外汉 压根不了解 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可是现在呢 眼前这一份计划书 他觉着 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尤其是 蔡星空这研究的方向 貌似隐约之间 正好跟何高安 他们有着某种契合的感觉 这样也就让这份计划书的价值提升了 同时也让李高楼的内心更加激动 蔡星空从上大学到现在 六年时间里做出来的这东西 这么看来 可不就是无价的吗 念头即使他没有再任何的犹豫 直接把生死簿先翻开了 之所以这么做李高楼的想法很简单 能够搞出这么一份计划书的人 绝对不普通 最快的速度李高楼落下笔 很快找到了蔡星空这个名字 然后这一瞧啊 李高楼愣了一下 之前在遇到朱丹青的时候 李高楼就想过一个问题 既然自己遇到了文曲星的命格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上文昌星 而惊喜这东西还真是莫名其妙就降临了 因为他今天遇见了 蔡星空文昌星命格三等运势 只看着这些东西 小李同学都快笑开花了 心里边美滋滋啊 不过他用这样的目光 在看蔡星空的时候 却让蔡星空心里一阵发毛啊 这小李同学这是要干嘛呀 本集完